请收看台湾向前行 惨的13秒 二楼变一楼 一楼直接变不见 惨变地下室 现在呢 矛头指向是旁边的建案大出包 才会害这些居民无家可归 不过让民众最气愤的是 过去这八个月来 不断地到处陈情 但是都没人理 台北市府甚至在7月的时候 回复公文 说会刊之后 保证安全无余 建案可以继续 这让民进党的议员 陈怡君气炸 怒吼这根本就是所谓的解套公文 让建商仿佛拿到免死金牌一样 台北市政府当初的判断 有没有错误呢 稍后我们继续来了解 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焦点放在高宏安身上 高宏安又被爆料 好这一次爆料的是说 他疑似住在这个5000万的豪宅里面 其实5000万不是问题 症结点在 这到底是不是高宏安名下的财产 还是这又是好朋友协助免费提供的呢 那这到底会不会牵涉到对价关系 不管是房子还是车子 高宏安昨天深夜从日本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在机场表示非常的痛心 强调外界一些恶意的揣测多半不是事实 好那么今天他一回国他就要主持新竹棒球场的工程体检会 被亏说棒球场棒维拉是不是又要再度登场了呢 好各种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一起来关心 好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陈才能 孟姬好台湾的主任大家平安大家好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民进党新竹市立委参选人林志杰 孟姬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左手边邀请到同样是民进党新北市立委参选人吴峥 孟姬好大家好 好再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民党新北新议员 同时也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陈伟杰 孟姬好各位观众午安 好等一下还会有民进党台北新议员颜若芳 还有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都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台北市大职建案大出包 影响的范围现在不断扩大 统计到目前有七栋的建筑物受损 疏散197户367人 好多的民众一想到昨天晚上这个民宅二楼变一楼 一楼直接变成地下室的场景 就还是觉得余悸犹存 我们一起来关心 原本的民宅只是倾斜 眼前的建筑物突然向下塌陷 整栋民宅就像是坐电梯一样直接下降 瞬间扬起阵阵白烟 在场所有人赶紧退出封锁线 就怕大楼撑不住立刻疏散住户 如果是疏散的民众 原本是住屋被疏散出来的 我们直接到道明中学那边先集合 大人抱小孩所有的东西都还来不及打包 陆续撤离现场 还有人刚返家才惊觉自己的家就快塌了 我们那里还在撤掉 对 现在不要再危险了 你们先到道明那边 7号晚间8点半左右 台北市大之街94巷一弄 大约六栋的联动民宅 先是发生倾斜军列 拿走到两个小时后 晚间10点49分 民宅下线 一楼瞬间变成地下室 开始倾斜 听到磁窗龟裂 然后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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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声 发生塌陷的民宅 墙壁地板严重军列 就连一楼的铁栏杆 也严重扭曲变形 锦销道场 结盟疏散197户 一共安置369人 一旁的道明外桥学校 更是预防性 停课一天 像陶兰一样 很多东西 那甚至什么 一万卡都没有带 整条都要撤离 所以当下人是走 带着宝贝乌龟出来 全家都带出来 谢谢 有人贵重物品都没拿 抓了宝贝乌龟逃命要紧 出不了解 总统民宅倾斜塌陷 主要跟一旁 基台大直建案 工地有关 往下挖到第三层 大概十二米的地方 那当时还没有完全做打底 那就造成整个压力承受突起 然后连续壁折断 所以造成 临边的建物有些倾斜 然后下线 工地的一个现场的支撑 是已经完全失去它的一个效用 用最快的速度 把那个一般混淆土把它带进到工地来 然后先用灌浆的方式 先把整个工地已经挖住了一个土框 先把它填满 避免灾情扩大 除了灌浆还得监控周遭建物倾斜情况 只是建案施工出状况 第一时间确实先疏散工人 半小时后才告知住户 一连串离谱作为 让外界全看傻眼 昨天晚上的这件事情 我先来请教吴征 藏没风没油 也没地盘 结果在台北市大直的民宅 现在居然会发生这么离谱 这么惨烈的状况 而且刚才 这个新闻报道 这个记者讲到最后 这件事情有点离谱 怎么会是工地第一时间 只疏散工人 隔了快要半个小时 才通知住户 这是什么样子的疏散SOP 这草间人命吧 吴征 是 所以看到这次基态建设 真的出了非常 捅了非常大的篓子 因为包含说第一时间 整个紧急的处置 是完全的不及格 完全对周边的居民 造成非常大 生命与财产的危害 那包含之前 其实周边的住户 已经抗议 已经成情过好多次了 我想这个部分 等一下若方议员 也会再补充 那主要 现在我们也看到 台北市政府 处理这个问题 出了非常大非常大的 披露 因为这个案子 其实明显现在各项 更正确摊出来 已经经过周边住户 一再的陈情跟抗议 那市府都没有积极的来介入 没有一个积极的动作来协助 所以形成住户呼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大家只能想办法自己警醒着一点 但结果不幸的是遗憾还是发生了 所以现在全民在那边一起来检视 包含说昨天也是我们民进党的陈英军议员 有秀出这个公文 那这个公文上面写得很清楚 这个时间点 他提到说在六月 依照这个六月相关的函事办理 那市府的回应是说 经过会刊认定以后 没有违旱公共安全之余 而且旁边也没有造成施工的损害 所以建筑工程可以继续施工 本局不予列管 白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都发局建管处觉得OK 没有问题一切造就继续进行 那造就结果就大家看到昨天晚上 整栋下沉嘛 地上一楼变成地下一楼 这么离谱的状况 而且还是建管处已经知情了 住户已经来跟你成情过了 然后你竟然现场会刊完说 没有问题我们不用列管 那这非常大的问题嘛 因为包含今天建管处的处长 他也受访承认了 确实建管处在四月跟五月 今年两度收到书面的陈情 所以表示什么 周边住户 完整的资料已经白纸黑字 交给你建管处了 说现在已经造成零损 有军列 有这个阶梯变形的状况 有倾斜的状况 为什么建管处不管呢 为什么不介入呢 那我一定要造成这样的危害 好现在蒋万安 今天再到现场来关心 才来这样心心作态 那这不是很讽刺吗 明明你事前介入可能可以防范这样的悲剧发生 那我们这边今天早上 我也在这个党中央开记者会 特别指出来 因为你看包含这个是现场住户张贴的门口的告示 请注意因为机态建设施工导致出现军列 所以请大家自己住户要多注意 这边还写因为有一点施工 表示住户非常的不满 大家早就在四处求援四处的要去抗议了 那所以今天我们也提出一个问题 因为大指是中山区 中山区的立法委员现任是王洪威委员 那我今天早上也指出 是 机态建设 其实去年10月28日 有抖内给王洪威委员一笔20万元的政治现金 那今年1月立委补选的时候 再度1月4号再抖内给他10万元的政治现金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抛出来一个问题 是说根据住户的说法 他们向外求援已经8个月了 现在9月往回推8个月 就是今年1月 今年1月大家刚刚看到了 也就是机态建设抖内给王洪威10万元的时候 所以同样从今年1月开始 长达8个月时间 这段时间请问王洪威委员做了什么 按照你过去检视绿能 检视停车场 检视各种屏东正义的案件的高标准 现在同样检视你 请问这8个月以来 为什么你1月收了机态建设 10万元政治现金 8个月以来你没有积极的介入 没有来关心 没有去协助这个大直地区 你的选民来协助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顾虑 为什么你没有采取动作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党中央 对王洪威委员用他的标准 来对他抛出的质问 那有人会说机态建设 也不是只有捐给国民党的议员 包含我们民进党的减苏培议员 王敏森议员 也有收到机态建设的政治现金 我这边也一并回应 没有错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说 任何有收机态建设政治现金的人 通通都是共犯 不是 而是为什么 这一个民宅 这个建案在大直 经过八个月的时间 住户一直要向外求援 王洪威委员 过去这八个月你做了什么 你收了机态建设 三十万的政治现金 你应该要出来交代清楚 是有什么样的考量 你不方便介入这个案件吗 或者你要说 这八个月不好意思 这八个月我对这个案子 真的完全不知情 我真的不知道 这边的住户有这样的状况 在向外求援 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没有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可以 那请王洪威委员现在出来说明清楚 到底你是没有掌握地方的状况呢 还是因为你收了机态建设的政治现金 你觉得不方便介入这个案件 王洪威到底是关心住户还是关心建商 来这个部分 我请若芳也来回应一下 因为这个住户已经讲过三番两次到处求情 王洪威都没听到吗 市府都不知道吗 市府呢其实蒋万安昨天也输了 他四五月份的时候确实这个台北市政府就有接到陈请 四五月份知道的时候 你没有做出任何的所谓任何的防治措施 才导致现在归斗直接下线 短短13秒直接下线 这是还好里面的人已经先撤出来 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好那么住户陈请之后 都发局怎么样给这些居民挂保证的 刚才吴珍这个特地把这个公文通通出示给大家看了 里面就是写到嘛 会刊之后表示 没有危害公共安全之余 所以建筑工程可以继续施工 本局不予列管 这意思是什么 都发局给人挂保证的 这个建案没有问题 不会影响到你们这个建物啦 那结果最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是人家整栋 现在整栋房子都没去啊 这些人不知道要住哪边了啦 若芳 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先讲说这个公文啦 这个公文它其实在五月多的时候 大概五月二十九的时候去现场会刊 那去现场会刊呢 那我们他们现场找了哪些单位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那现场单位去会刊 就是因为民众觉得我家已经军裂了 我家已经有漏水了 甚至有一点倾斜了 发生一些问题了 我当然向市府去澄清啊 那好他们现在派到现场来去勘验 去勘察现在的状况 第一个他们现场去了谁 第一个一定是政府单位 都发建管嘛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营造厂这个建商嘛 然后他们包含他们的建筑师 包含他们的济师 好没有了 那谁来判定这一个案件 到底有没有造成这个建案 到底有没有零损 是谁判定 由他们建商派去的建筑师 以及济师最后再来判定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工地 来造成这样子旁边民宅的零损 这个不叫做求援兼裁判吗 这个叫做求援兼裁判 那当然这个是法规上 我觉得这是法规上 建管处必须一定要去做一个更正的一个地方 要不然你把这些全部都变成 好像是免死金牌一样 我觉得住户觉得说 我家受了零损了 但是来的人却是建商的人 他们当然会觉得说 不是我们的问题 但要撇的责任一干二净 不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不需要去做零损的赔偿啊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建管处你身为公家单位 你不是把这样的一个责任 丢给建商来处理 我觉得建管处公务单位 第一个你们如果里面 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譬如说有工会的建筑师 我们有很多工会的结构技师 其实都有做配合 你应该找到第三方公正单位 去到现场帮民众去看 这样子的财产损失 是不是因为建案所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建管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是不能去避免的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说这样子一干件 那个撤离的这个部分嘛 因为我有跟里长通过电话 因为我昨天晚上也在现场 因为整个乱成一团 撤太多人了 昨天晚上到我两点多离开的时候 大概两点多离开的时候 大概撤了三百二十九人 那今天早上扩大了 变成接近两百户嘛 那这人数真的非常非常的庞大 那我在现场问里长 我就说那你什么时候去通报 就是大家赶快撤离 因为那时候已经从下午 其实就有传出这样的状况了 那后面到底是谁去做这个通报的呢 是里长因为呢 里民已经觉得说房子好像怪怪的 怎么好像听到那个 乖乖乖那个声音 你知道那有多可怕吗 所以他们就很快赶快打给里长 里长也吓一跳去到现场 想说怎么发生这样的问题 他赶快 因为里长他也慌了 因为太庞大 因为建筑体的一个问题 他就打了119 他打了119 赶快打电话去问 然后消防局来到现场 发现不对劲 说赶快里长我们赶快去做撤离 所以做撤离的不是建商 是里长赶快通知 赶快叫附电的居民说 赶快出来把东西都拿一拿 赶快离开这个建筑物 所以我觉得建商你 已经发现 当下已经发生 那个连续壁有破洞 因为你一破洞 其实就会发生状况 你一破洞的时候 你没有赶快通知附近的居民 或你通知 因为你来不及的话 你通知警察 或通知消防人员 赶快来疏散所有的民众 没有是里长 里民通知了 里长 里长赶快去现场看 所以我觉得建商在这个状况下 第一个是慢半拍 我觉得还好里长有赶快通知 要不然最后造成生命安全问题 虽然他们你说慢半拍 可是造成生命安全 半个小时之后才通知住户 我觉得他半个小时 我觉得当然就是 你这个状况 我觉得是不能避免的 那我现在在讲到说 这个案件 其实他的建筑 是在什么时候发的 他的建筑是在 110年的12月27号 他的建筑 因为我们的建筑 必须你要有建筑 建筑执照 你才可以动工 所以他的建筑 其实是在之前的市长任内 那他是在今年 今年年底 今年开始 去年年底 今年初开始开工的 所以你当你不管是不是 大肆的开始 那个基地的挖掘 或者是先建连续壁 当你在做连续壁的时候 民众的民宅已经出现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就应该要赶快处理 而不是说 我建管处发了一个公文 就写说 这个他就是有出席的单位 然后最后最后面勾的就是 没有安全的疑虑 他没有安全的疑虑 他说是安全无虑 所以这变成到八月份的时候 到八月份的时候 民众还有在陈情 说房子好像倾斜 然后军列 整个的状况不一样了 怪怪的 越来越严重 政府怎么做 他也没有再去看他一次 他就把六月份 这样子相关的一个会议记录 再发给民众 说没有问题 这是安全没有疑虑的 所以请大家放心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 虽然你觉得差了六个月 可是你差了两个月 六月到八月 可是这两个月 他有没有在施工 有 那他有在施工 你是不是应该要再去现场看一下 因为前面的状况 可能跟后面的状况 他已经可能扩大了 他的零损范围了 那是不是已经造成安全上的问题了 所以建管处怎么可以用六月份 你五月二十九勘查之后 你在八月份民众再承情 你就是说 没有我再发一次这个公文给他们 就说前面已经用过了 不需要再去看了 不要再吵了 这样子 就不要再吵了 好像就是说这个案子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零损的 所以不是建商的问题 没有关系 你们还可以去安心住 这有办法安心吗 因为现在就已经出状况了 所以市政府单位 我当然觉得建商的责任是不能避免的 他必须要把民众的这个房子 因为这应该真的没有办法住 你要拆掉或者赔偿怎么样去处理 后面的安置的问题 那市政府的责任 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撇清 因为我们是把关的 我们是做民众跟建商之间的 这样子一个桥梁 是要帮民众把关 因为设计图送进来了 你送进来你没有好好把关 或者是他们已经出现问题 求助无门去求助政府的时候 你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回应民众说 没有我们六月份 五月二十九就已经有了 没关系六月份发了这个公文 我一样再发给你八月份 觉得零损造成安全上疑虑的居民 我觉得这个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现在这栋室是要这么大 我这样看起来 这个一楼已经变地下室 现在已经看不到一楼 这个最后的结果 应该很有可能是整栋卡住了 我来请教一下这个智杰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基态建设 今天早上也发了这样子的声明 也承认是他们的营造厂施工不慎 造成这个临房的损坏 那么他们说对受损户会尽最大的慰问 协助安置 那么现在该建案已经全面停工 那么稍早最新的消息 台北市政府也说 这个基态建设在台北市 所有的这个建案工地 通通都先停工了 那么刚才这个基态建设也有说 这个受到影响的住户 一个住户先发5万块 先这样出力 可是问题是 现在大家真的是会觉得说 这个所谓的解套公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都发局那个时候 去会看之后 跟这些住户说 都没有问题 这个什么建筑工程 还是当然可以继续施工 蒋万今天有他自己的解释 他说当时他们真的是 有派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 去勘验检验 当时的了解是没有直接相关联的 所以依照相关处理规则进行 但是昨天去了现场才了解到 原来建商往下挖到12米处 那当时没有做大抵 造成压力突起连续壁折断 不过我想请教的是 这个你从这个发布 7月6号含富这个民众陈情住户 你之后你都没有再去后续追踪 你就这样就尊专业 都没有都就没有关系吗 那包括刚才若芳所透露的 民众8月份在跟你讲 你用之前的公文再回复一次 这样也太马虎太轻率了吧 确实是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最奇特的是 这个区域在哪里 这个区域在中山大直吧 那我们要这个竞选 这个中山大直 这些区域的立法委员 国民党的王委员 那你有没有去关心你自家的状况 人家都已经成情两次了 那你不管不问 每天都抓着屏东的停车场 还有屏东的渔港 还有屏东的这个棒球场 在那边处理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很明显 就是台北市政府在会刊的时候 他可能他的方法 或者是他的这个作业方式 其实是没有办法 这个找出这个问题的 那第二个是 我也可以理解民众在这种状况 常常第一个就想到说 除了建商的赔偿 是不是有国赔的可能 可是我们的国赔法 其实非常的严格 就是公务员必须要有故意 或重大过失才有可能 那除非说我们今天可以证明 台北市政府 真的在这个会刊的过程里面 公务员的会刊方式 有重大的疏失 否则的话 国赔这个路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很希望基态 他在投保整个工地的 这些安全的保险上 是有能力来支付 因为我相信后续的这些灾民 他们返家的路 其实还很长 是 现在房子倒了 这些灾民现在不晓得 现在到底住哪里 那当然台北市政府 我先请若芳稍微补充一下 现在这些住户 现在是先送去饭店旅馆吗 先安置一下吗 到昨天晚上两点多的时候 大概两点左右的时候 现场的那时候 大概是接近三百名的居民 分散到安置在九个旅馆 因为真的非常临时 你要赶快去把他们所有安置在 请关船局去联系所有的旅馆业者 是不是有空房 全部都赶快疏散去完毕 但我要讲的就是王宏威说 他不会减少这个监督 我觉得看一下王宏威现场 我觉得要去关心可以 但是你不要去作秀 你在现场拍一个嘻嘻哈哈的 一个嘻嘻哈哈的照片 民众的家里已经财产受到损失 甚至生命安全已经受到了危害的时候 你居然在现场笑得这么开心 我觉得你要这些 我们住在大直的民众情何以堪 大家是看到说 我们的立法委员这八个月 好像对于我们大直的 大家很多民众接到很多的 这个陈情案件 那结果你王宏威不但没有关心 不但没有来接受这样的陈情 好像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样 你只知道屏东的状况 你只知道打屏东 但你现在发生状况的时候 你来到现场 你却拍了一张 这样子嘻嘻哈哈的直播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大直的民众 要怎么要相信说 你真的如你所讲的 你可以去好好的监督 不会减少对于建商的这个或者是相关单位的监督呢 我觉得这是打一个大问号 还是你只是去现场说 不行我现在要选立委了 这是我的选区 我去到现场我要给大家来看 做做秀 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就是在做秀 那我觉得那个王宏威 你必须也要赶快讲清楚 就是说那你这八个月你是不知情 像吴珍所讲的 你是不知情不知道 我觉得那民众就觉得说 那好 但是如果你知情但不处理 我觉得那反而是更严重的问题 是 现在大家都在问 是不是王宏威 王立伟 他关心屏东的力道 远远大于关心自己选区呢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载购继续来补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